秦穆公 以酒为契 霸西荣 秦穆公 名人好 春秋时秦国国君 他任用百里西 简书 鱿鱼为谋臣 击败晋国 俘获晋惠公 后来他在小被晋军击败 随后转向西面发展 攻灭了西边的十二国 称霸西荣 他一生的工业为秦国的雄起做了扎实的铺垫 秦穆公是春秋时期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他不但善用人才 还善于用酒结交朋友 更善于用酒软化自己的敌人 穆公不逞盗马贼 一次 秦穆公乘着马车出行 走到半途 丢失了车右边的一匹骏马 这匹马被当地的一群人捉去了 穆公亲自到各处寻找 最后发现这些人躲在骑山的南面 正在烤马肉吃 穆公一看 正是自己丢失的那匹骏马 一旁的侍从抓住他们 要处死他们 穆公却说 不要这么做 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 我听说吃马肉时不喝酒 会伤身体 于是他命令侍从赐酒给这些人喝 第二年 秦国发生了饥荒 晋国派出军队攻打秦国 双方在寒远展开了一场大战 在战争中 晋国士兵已经包围了穆公 穆公战车左边的马也被扣住了 右边的马又遭到飞食的袭击 穆公所穿的铠甲也被击破了多处 正在危急之际 突然冲出一群人 与晋人进行激烈的搏斗 最后 不仅穆公得救 晋兵大败 这些人还帮秦军俘获了晋惠公 这些突然出现的人 正是曾经偷吃穆公骂肉的人 他们感恩图报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救了穆公 秦军升服晋惠公后 周湘王和穆基不断在中间说情 之后 秦穆公与晋惠公重新结盟 晋惠公送太子羽到秦国为质子 并把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 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 晋惠公死后 秦穆公帮助公子重尔回国 视为晋文公 从此 秦晋交好 晋文公去世后 秦晋交恶 两国大战 秦国失败 秦国东晋的路被晋国阻止之后 转而向西发展 当时 西边有许多戎笛的部落和小国 如昆荣 棉株 宅 义渠 乌氏 曲衍荣等 他们各有所长 不相统一 常常突袭秦的边地 强掠粮食 牲畜和人口 秦穆公向西发展 采取了先强后弱 次第征服的策略 当时 西戎诸部落中较强的是棉株和义渠 棉株国王的驻地就在秦的故土附近 棉株王听说秦穆公贤能 派了使者去秦国 秦穆公隆重接待来使 向他展示秦国壮丽的公式和基础 以及西戎的地形 并挽留使者在秦国居住 同时 秦穆公给棉株王送去了 很多美女和美酒 以及动听美妙的秦国音乐和舞蹈 此后 棉株王终日饮酒享乐 不理正事 国内大批牛马死亡 也不加过问 这时 秦穆公让使者回国 使者劝诫棉株王戒除酒色 他却丝毫不加理会 后来这个使者归下了秦国 秦穆公以贵礼接待 和他讨论征服西戎的策略 不久 秦军出征西戎 很快就包围了棉株 并且在九尊下活捉了棉株王 秦穆公乘胜前进 是二十多个戎敌国都归服了秦国 自此 秦国辟地千里 国界西达敌道 今甘肃临陶 东到黄河 南至秦岭 北至曲眼戎 今宁夏 周湘王派遣人送金骨给秦穆公 以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秦穆公 霸西荣 吕不韦 画九围棋 祝秦夜 吕不韦 战国末年著名商人 政治家 思想家 后为秦国大臣 魏国溥洋人 他以其货可居文明于世 曾辅佐秦始皇登上王位 任秦朝相邦 号称重负 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 吕氏春秋 吕不韦 吕不韦 以一个珠宝商的投机心理 进行谋证城市 所走的四步骑 均与九有关 酒宴十亿人 吕不韦 到赵国邯郸经商时 偶然在酒宴上遇到义人 即在那里充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 子楚虽被拘于赵国 穷困潦倒 但仍隐存贵族之气 吕不韦暗自称奇 便询问旁人 此人是谁 旁人就告诉他 这是秦王太子安国君之子 现囚禁于丛台 潦倒如穷人 因秦王吕范赵靖 赵王几乎要将他杀掉 吕不韦听后 不禁叹息道 这真是奇祸可居啊 于是他便请监视子楚的公孙前喝酒 后来公孙前设酒宴 招待吕不韦 吕不韦就趁机建议子楚 一起喝酒 期间在公孙前如厕时 不韦低声问子楚 如今秦王已老了 太子所爱的是华阳夫人 但夫人无子 殿下何不请求回秦 做华阳夫人之子 这样你将来不是还有继承王位的希望吗 子楚含泪道 说到故国 我心如刀割 奈何陷无脱身之计 吕不韦就把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告诉了子楚 子楚感激涕靖 并发誓 将来荣享富贵 一定分一半给吕不韦 公孙前回席后 又加菜添酒 三人喝到尽兴而散 酒宴献美机 吕不韦买通华阳夫人 使他认子楚为子 之后 久住吕不韦实现其献美之谋 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 娶邯郸美女赵姬为妾 这时他已怀孕两个月 吕不韦心想 若将赵姬嫁于子楚 并生得一子 便是我的骨肉 如果他继承王位 那嬴氏的天下 岂不是由吕氏执掌了吗 于是他又设宴款待子楚 待饮酒之半醉之际 吕不韦说 我心那一小妾 能歌善舞 何不令他出来助兴呢 于是 患早在门外待命的赵姬进来 子楚看到赵姬轻盈的体态 和妖艳的舞姿 顿时心迷神乱 就假装喝醉地说道 我孤身一人 甚感寂寞 若能得赵姬为妻 则足为平生之愿 当即请求吕不韦 将赵姬让给他 并对天发誓 如能继任王位 必立他为后 绝不反悔 吕不韦就此顺水推舟 成全了子楚 其实 这是吕不韦 为子楚设下的陷阱 要的就是 他主动上钩 随着秦赵两国战争的升级 在战争中吃了大亏的赵国 想杀死子楚 以报复秦国 吕不韦感到 若子楚再不及时早回秦 必夜长梦多 万一有所闪失 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这时 赵国已加强了 对子楚的监管 吕不韦用三百斤 贿赂南门守将 又送一百斤 给公孙前 用重金打通了各种关节 为子楚逃离赵境 做了充分准备 最后 吕不韦认为 要摆平公孙前 还得用酒 就设宴请公孙前喝酒 将其灌得烂醉如泥 又给左右将士吃肉喝酒 使他们个个醉饱安眠 吕不韦这才趁着夜幕 带着子楚和赵姬直奔秦国 见到了秦昌王 后又至咸阳 见到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 至此 吕不韦的全盘计划 基本完成 华阳夫人的枕头风果然有效 安国君一登上王位 就封紫楚为太子 安国君再位不到一年 就驾崩了 紫楚顺利登上了王位 他没有食言 让吕不韦出任宰相 封文信侯 使洛阳十万户 并立赵姬为王后 吕不韦就此名利俱获 显赫一时 而赵姬到秦国的次年 真的生了一个男孩 取名嬴政 后来四为秦王 他就是兼并六国 一统天下的秦始皇 刘邦 鸿门假罪脱虎口 秦朝末年 政治黑暗 统治残暴 陈胜吴广发动大则乡起义 率领农民军占领了不少城池 不久 项羽和刘邦起兵反秦 楚汉帝约定 先入官者为王 结果刘邦先到咸阳 刘相之间 为了权力和地盘勾心斗角 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 鸿门宴事件 秦末各路英雄起兵 刘邦先进入咸阳 他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 向项羽告密 说刘邦进入咸阳 想在关中称王 项羽大怒 准备率兵攻打刘邦的军队 刘邦非常惊恐 彼时他只有十万军队 项羽却有四十万打军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 亲至项羽的驻地 鸿门谢罪 项羽听说刘邦来谢罪 就开宴招待他 宴席上范增 项博 张良作陪 项羽的谋臣范增 多次对项羽识眼色 要他下决心杀掉刘邦 可是项羽总是默默地 装作没看见 于是范增就借个阴友 走出营门 找到项羽的堂弟项庄 说 大王心肠太软 不忍下手 现在你快进去 上前敬酒 然后请求武剑助兴 趁机把佩公赐死 不然 我们这些人将来都会落在他手里 项庄武剑 项庄以武剑助兴为名 去刺杀刘邦 项博猜到项庄的用意 起身说 咱们两人来队伍吧 说着也拔剑起武 他一面舞剑 一面用自己的身子遮蔽住刘邦 使项庄赐不到刘邦 这时候 刘邦的谋臣张良到外面找樊快 樊快一见 盲问 现在的情况如何 张良说 危急得很 现在项庄拔剑起武 用意是刺杀佩公 樊快跳了起来说 这太危急了 让我进去 他右手提着剑 左手抱着盾牌 直往军门冲去 军士们想拦住他 樊快拿盾牌一顶 就把卫士撞倒在地 他拉开帐幕 闯了进去 气呼呼地望着项羽 脑怒得头发都竖了起来 眼睛瞪得大大的 连眼角都要裂开了 项羽看见樊快进来 按着保剑 挺直上身问 这是什么人 到这儿干什么 这时候张良也跟了进来 解围说 这是替佩公驾车的参秤 樊快 项羽说 好一位壮士 赏他一杯酒 樊快接过一大碗酒 一口气喝光 接着 项羽又赏他一只猪肘 樊快把盾牌放在地上 再把猪肘放在上面 用剑一块块地切下来吃 项羽说 真是壮士 还能喝酒吗 樊快说 我死都不怕 去去一杯酒 算得了什么 我有几句话奉劝大王 秦王残暴如虎狼 杀人唯恐不多 处罚人唯恐不重 因此天下人都反对他 当初怀王跟将士们约定 谁先入关 谁就封王 现在佩公入了关 可并没有做王 他封了库房 关了宫室 把军队住在坝上 天天等将军来 像这样劳苦功高 没受到什么赏赐 将军反倒想杀害他 这是在走秦王的老路呀 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吧 项羽只好说 坐吧 樊快就坐 过了一会儿 刘邦假装上厕所 樊快也跟了出来 他们几个人商量后 决定逃走 留下张良献礼 假醉脱身 刘邦走了好一会儿 张良才进去向项羽说 佩公酒量小 刚才喝醉了 所以就先回去了 他命我奉上白币一双 献给将军 玉斗一对 送给雅富 项羽接过白币 放在坐席上 范增非常生气 接过玉斗 随手摔在地上 并且拔出剑来 气愤地说 哎 真是没用的小子 没法替他出主意 将来夺天下的 一定是刘邦 我们这些人 被俘的命运 今天已经注定了 冠夫 成酒骂座 丧性命 在汉以前 因为饮酒而亡国者 不发其人 这些国君 大多是昏庸 贪于酒色之徒 在西汉 冠夫 因酒化而丧掉性命 并且牵连到了 自己的家人和族人 冠夫是西汉时的 一员大将 映阴人 在平定七国之乱中 立有大功 被授为将 冠夫喜好饮酒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爱借酒使性 甜粉假意败慰侯 冠夫与常乐 慰慰豆腐饮酒 酒醉后 把豆腐痛打了一顿 豆腐是豆太后的弟弟 皇上怕太后害冠夫 就把他调任到燕帝当相 这次的祸患是免了 但是不久 他又得罪了丞相田坟 田坟以外戚身份 封为武安侯 权势非常大 冠夫有个生死之交 就是以军功 封为魏祈侯的豆婴 有一次冠夫来到田坟家做客 田坟对他郑重地说 咱们一起去拜访魏祈侯 冠夫高兴地说 好啊 我去通知魏祈侯 让他准备酒菜 希望丞相明天早点来 冠夫回去后 把丞相要来访的消息 告诉了魏祈侯 魏祈侯和他的夫人 买酒买菜 洒扫庭院 忙碌着准备酒席 第二天一早 魏祈侯又派人在门外伺候 到了中午时分 魏祈侯还没看到田坟的影子 于是对冠夫说 恐怕丞相忘记了 你可以去催请一下 冠夫很不高兴地来到田坟家 见田坟还在睡大觉 原来田坟说去魏祈侯家 只不过是一句戏言 根本没当回事 他见到冠夫就假装惊讶地说 我昨天喝醉了 忘了和你说的话 冠夫听了后 就更加不高兴 在路上田坟又漫漫腾腾 这令冠夫更加愤怒 到了魏祈侯家 三个人一起喝酒行乐 在酒席上 冠夫起舞 舞臂按照仪劫 田坟应该续舞 可他却置之不理 这更激怒了冠夫 于是 冠夫在酒桌上 用言语讽刺田坟 田坟虽表面上不加理睬 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把此事记在了心里 田坟杖势所田 田坟派吉福 向魏祈侯索取城南的田地 斗英坚决不同意 生气地对吉福说 朝廷虽然不用我 但是丞相也不能以自己的权势 来强夺我的田产 冠夫知道这件事情后 也怒骂了吉福 吉福怕双方因此加深矛盾 把斗英和冠夫的事隐瞒了 回去后对田坟说 斗英年老将死 丞相就暂时忍耐一时 不料时间不长 田坟得知了实情 愤愤不平地说 斗英的儿子曾经杀了人 是我救了他 我为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为什么还要 吝惜这树请田呢 况且冠夫是什么东西 他也敢来从中阻挠 难道他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不敢重提 索要田产的事吗 自此之后 田坟更加怨恨冠夫了 田坟取了燕王儿子的女儿为妻 皇太后下诏令 让所有的宫卿大臣 都去祝贺 斗英邀冠夫一起去 冠夫却说 我自己饮酒实性 几次都得罪了丞相 现在他与我有隔阂 我还是不去的好 斗英说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于是就硬拉着冠夫一起去 在酒席间 田坟站起来向人敬酒 做客都避袭 表示恭敬 斗英站起来向大家敬酒 只有几个人避袭 其余不过稍稍欠身 冠夫看了很不高兴 于是就拿起酒杯 走到田坟面前敬酒 田坟只欠身说 我不能喝满杯 冠夫大怒 强笑着说 丞相真是贵人 请喝干杯子里的酒 田坟却没有喝他的敬酒 冠夫依次敬酒到林汝侯面前 林汝侯正和程布什 富耳密语 冠夫正有气无处发泄 就大骂林汝侯 你平日诽谤程布什 不值一文 今天我作为长者来敬酒 而你却学起女人的样子 激激浓浓地说个不休 这时田坟对冠夫说 程布什和李广 都是官府里的卫位 你这样羞辱程将军 难道就不给李将军 留些脸面吗 冠夫说 我今天早已经准备死了 还管什么李广啊 在这样尴尬的场合下 客人们都拖延上厕所 陆续溜走了 田坟被激怒了 他说 这都是我放纵冠夫的过错 于是他下令拘捕冠夫 并且派兵搜捕了他的家族 不久 冠夫及其家属都被处死了 曹操 青梅竹酒论英雄 曹操 自梦德 小明阿满 佩国乔俊仁 东汉末年军事家 政治家 曹操在迎请天子到许都之后 势力大增 但是仍然对很多歌剧势力的首领 心存猜忌 由此引出了一段 竹酒论英雄的故事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 其祖父曹腾 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石长氏之一 他的父亲曹松 是曹腾的养子 曾先后任私立校尉 大私农 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松的长子 自幼博览群书 善诗词 通古学 并且有过人的武艺 他年少时任性放荡 不务正业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素以知人出名的太尉乔玄 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 说他将来肯定能大有所为 乱世奇才 曹操在二十岁的时候 被举为孝莲 入洛阳为官 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位 洛阳是当时的都城 是皇帝贵气聚居之地 很难治理 曹操到职后 申明禁令 严肃法计造五色大棒十多根 悬在衙门左右 并且明令 有犯禁者 就用此棒打死 后来 汉陵帝为巩固统治 设置西元八校尉 曹操被任命为 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刘备赴曹 董卓立宪帝留邪 自称相国 专善朝政 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 逃出京士洛阳 来到陈流 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 讨伐董卓 经过十数年的经营 曹操消灭了很多割据势力 拥兵数十万 当时的刘备势单力薄 兵少降寡 在吃了几次败仗后 只得依附于曹操 刘备为了防备曹操的害己之心 经常在后院里种菜 亲自浇灌 韬光养晦 而关羽和张飞 不知道刘备的心思 还以为他不留心天下大事 只关注这些粗浅的小事 曹操很有智谋 他不断地揣摩刘备的心思 以便自己早做打算 一次 曹操叫徐楚 张辽 带几十个人 到刘备的菜园中 对他说 丞相有事要找你 刘备大为吃惊 盲问 有什么紧急事 徐楚说 不知道 丞相只叫我来相请 刘备没办法 只得随两人入府见曹操 曹操见了刘备 笑着说 你在家做的好事 刘备听了这句话 吓得面如土色 曹操握着刘备的手 一直走到后院的小亭里 这时候 亭中的桌上摆着热酒和青梅 曹操说 你学种菜也很不容易啊 现在是梅子快成熟的时候了 我俩来痛饮几杯 这时 刘备才放下心来 于是两人对坐 开怀畅饮 曹刘二人 正喝得高兴 突然外面阴云密布 咒语将至 随从 指着天边的龙卷风 给他们看 曹操就从龙弹起 说龙能大能小 能生能瘾 大的可以星云土雾 小的可以隐藏身形 生起来 飞腾在宇宙之间 引起来 潜伏在波涛之内 这好比是当世的英雄 说到这里 曹操有意试探刘备 说 你九历四方 一定知道当世的英雄是谁 能给我说说吗 刘备见推辞不了 只好知悟着说 袁树 袁绍 刘表 孙策 刘章等 曹操听了之后 把这些人 一一否定了 最后 曹操用手指着刘备说 天下的英雄 只有你和我 刘备听了大吃一惊 吓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 这时 正好雷声大作 刘备 连忙借害怕雷声来掩饰自己的囧态 并且对曹操说 自己一直都怕打雷 后来 刘备对关羽张飞说 我学种菜 为了使曹操觉得我雄无大志 想不到他竟然指我为英雄 吓得我掉落筷子 又怕曹操因此生疑 我只好借害怕雷声来掩饰 关羽和张飞都夸他高明 而曹操自从听到刘备的话之后 便认为刘备也是一个平庸的人 不再防备他了 陈后主 单于饮宴 王宗庙 陈后主名书宝 自知秀 小名黄奴 是陈宣帝嫡长子 他早年受了不少苦 做了皇帝之后 极度享乐 对国家大事少有作为 最后落得个国破家王 宗庙被废的下场 陈后主 幼时命运多传 两岁时 将临成县 后主与其父母 一同被西魏掳走 不久 西魏先放还他的父亲陈锁 他与弟弟陈淑玲等四人 被作为人质 陈淑宝十岁时 才得以返回健康 陈宣帝 并重弥留时 陈书宝 陈书灵 陈书坚三兄弟 入宫市集 宣帝死后 陈书宝即位 父亲丧妻还没满一年 他就在后殿置酒宴 奏乐附施 大臣毛喜对他的做法很不满 假装心脚痛 忽然昏了过去 故意搅了后主雅兴 书远直沉 陈后主对左右亲信说 我真是后悔啊 把毛喜招入殿中 他肯定是没有病的 却假装摔倒 这都是为了阻我欢宴 此人太令我失望了 以后不再用他了 我知道他和柏阳王兄弟 有深仇 我准备把他交给他们 让他们报仇算了 你们说这样做好不好 司马申等人附和 但忠书通事社人却不同意 他说 您不能这样做 如果把毛喜交给柏阳王兄弟 他会被杀掉的 他是先皇的功臣 先皇地下有灵 会怎么想 陈后主也觉得有理 于是把毛喜废制不用 外派到一个小地方当官 不休五倍 陈宣帝还活着的时候 杨坚就已经着手攻打江南 陈宣帝却对此不加理睬 也不进行防御 随军一度派军南征 侍逢陈宣帝病死 随文帝就下令班师 还前使赴调 陈后主很自负 他认为随兵是退走的 而不是撤走 陈后主全然不管国事 只知道喝酒享乐 其殿下之臣多属无能之辈 多是腐朽的文人 陈后主和宠妃 经常在宫里举行酒宴 宴会的时候 让他们一起参加 群臣通宵达旦地喝酒 赴诗 穷奢极欲 陈朝统治越来越残酷 百姓流离失所 哀鸿遍野 在此期间 北方的随朝已经强大起来 并且决心灭掉南方的陈朝 文九王国 公元588年 随军大举南下 陈朝将士节节败退 几路随军顺利开到长江边 北路的人马到了京口 将边守将告急的文书 接连不断地送到建康 陈后主收到警报 连拆都不拆 就随手丢了 继续和宠妃宠臣饮酒 后来战事越来越紧急 大臣们请求抵抗随兵 陈后主才召集大臣商议 陈后主说 我国是个福地 以前北齐来攻过三次 北州也攻打了两次 都失败了 这次随兵来 还是一样来送死 没有什么可怕的 宠臣孔范也附和说 皇上说得对 我们有长江天险 随兵难道能飞过来 这一定是守江的官员贪功 故意造出假情报来 陈后主说完 回到后宫 继续喝起酒来 公元589年正月 贺若碧的人马 从广陵渡江 攻占京口 随朝大将韩秦虎的人马 从渡江到采石 两路随军逼尽健康 陈后主这才着急了 城里的大军 还有十几万人 但是陈后主手下的宠臣 没有人能指挥军队 陈后主急得止哭 手足无措 不久 随军攻进建康城 陈军将士大多投降 随军打进皇宫 到处找不到陈后主 后来捉住了几个太监 才知道陈后主逃到后殿 投井了 随军兵士在后殿 果然看到一口井 他们往下一望 发现是口枯井 高声对里面喊话 井里没人答应 随军就威吓着 要向里面扔石头 陈后主吓得大声尖叫 于是被俘 宋太祖一杯清酒 试兵权 宋太祖赵匡印 卓州人 公元960年称帝 建立北宋王朝 他为了稳固皇位 在酒宴上用计 解除了一些重臣的兵权 史称杯酒士兵权 宋太祖赵匡印 出生于洛阳加玛营 其父赵红因 先后当过后唐 后晋 后汉的军官 赵匡印 起初投奔后汉大将郭威 因为武艺出众 得到了郭威的赏识 后来他拥立郭威 为后州皇帝 被重用为典长进军 周世宗柴荣执政时 他又因战功升任为殿前督典俭 并且兼任宋州 今河南省商丘 归德军节度史 掌握了后州的兵权 负责防守汴京 周世宗宗柴 周世宗死后 其子柴宗逊继位 十年仅七岁 赵匡印和弟弟赵光毅 幕僚赵普 密谋篡夺皇位 陈桥兵变 公元960年正月 郑州 今河北郑定县 和定州 今河北省定州市 有人进京报告说 北汉和辽国的军队 南下攻打后州 后州福太后和宰相范智 王蒲等人十分着急 也不变真假 就派赵匡印领大军北上御敌 大军行至陈桥义 挺住不前 赵匡印发动兵变 称帝建国 史称北宋 宋太祖赵匡印继位不到半年 就有两个节度时 起兵反对宋朝 虽然被他亲自率兵平定了 但却耗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国家仍处于动荡之中 为此他夜访宰相赵普 赵普指出 唐末以来 藩镇大将兵权过重的教训 由此 赵匡印准备削夺 藩镇大将的兵权 杯酒士兵权 宋太祖在宫中举行酒会 约请了石首信 王沈齐等几位老将 酒过三旬 宋太祖端起一杯酒 站起来说 众将干杯 大将们都站起来 喝干了杯中的酒 宋太祖接着说 不瞒各位 我做皇帝以来 石不甘位 夜不安寝 主要原因是 有人暗怀鬼胎 总想趁机篡夺皇位 这些人听了此话 都着了慌 一个个跪在地上说 目前天下太平 国家安定 谁还敢对陛下心生歹意 宋太祖说 你们几位 我自然很放心 但是你们的部下 要是为了贪图富贵 硬把黄袍夹在你们身上 到那时候 你们想不干 也不行了 听了宋太祖的话 石首信等人 感到大祸临头 连连磕头 含着眼泪恳求说 请陛下 念在我们 跟随你多年的情分上 为我们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 人都愿意富贵 想多积点钱 治田买产 饮酒欢乐 现在你们辞去君旨 到地方上做个闲官 也消除了我们 君臣之间的猜疑 石首信等人 诚惶诚恐 连连赞道 陛下想得太周到了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前一晚参加酒会的大将 都递上一份辞呈 说自己年老多病 不能胜任现职 愿意告老回乡 过闲居的生活 宋太祖准了他们的请辞 收回了他们的兵权 还赏给个人一份厚礼 过了几年 宋太祖又用同样的手段 消除了王燕超 等节度使的权力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杯酒士兵权 赵匡印吸取了唐朝以来 翻阵跋扈 拥兵自重 伟大难调的教训 画干戈与美酒 士兵权与公宴 用和平的方式 将兵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从而避免了一场 诸侯格据生灵涂炭的悲剧 较之那些 飞鸟进凉宫藏 狡兔死走狗烹 不念戎马功勋 却过河拆桥的皇帝 杯酒士兵权 还多了几许人情味 但是赵匡印 众文轻武偏于防守的方针 对宋朝 鸡贫鸡弱局面的形成 无疑有着重大影响